現在要來錄影做一下記錄 怎樣去新增或移除位置選單 他位置選單是在選單的這邊有個位置 那這邊會有一些資料夾 那我們用這個軟體的時候他這邊會有一些資料夾 可以方便我們很快速的進去那個資料夾裡面做操作 那我們看一下 然後他主要是先開啟檔案中管 Nemo 然後進入要新增的資料夾 然後選擇書籤加入書籤 所以他是利用加入書籤的方式 所以我們先開啟Nemo 然後假設我們現在 新增一個叫projects的資料夾 所以我們就先進去 所以現在是在projects的資料夾 那選擇上面的書籤然後加入書籤 這時候書籤中就會有多了一個叫projects的資料夾 我們來看一下 選單位置這邊都會多一個叫projects的資料夾 好這是新增的方式 那 那如果是要移除呢 我們新增完的時候快速鍵這邊就有一個projects的資料夾 那如果是要移除或者說進行修改 我們來試試看 選擇書籤 編輯書籤 這裡有個我們剛才新增完的叫做projects的資料夾 那這個名稱可能我們改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改 叫做專案 程式專案 程式好了 程式 好 關閉的話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就會變成程式 這樣我們只要點進去他就會開啟我們的projects的資料夾 那假設說我們現在今天這個書籤我們不要了 那我們要做移除呢 我們一樣編輯 然後把程式這個資料夾給移除掉 好關閉 所以這個選單的位置就已經 沒有那個東西了 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下面的Duck 表好像也就是沒有了 就是這樣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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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